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历史话题到今天是一个历史的节点 也就是说到10月8号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80年过去我们回顾这段历史 我们并不是在跟大家谈意识形态的国共之争 而是回顾这段历史看看中国这个社会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以及今天中国社会与其都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知道美中文化协会以及还有相关的单位 将在10月8号为了纪念这个重大的一个历史事实和历史的事件 将举行一场晚会 希望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能与我们大家一起共襄胜举 无论您来自台湾大陆还是香港还是当地的华人华侨 都希望你们去参与这样一台节目了解一段历史 您怎么看不重要重要是让大家看到这段历史 今天我们请林会长来 我们把这段历史中一个特别的一个历史事件 跟大家做一个算是个人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梳理 和根据有关新的资料 大家做一个算是说明吧 首先感谢林会长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 谢谢我们各位观众 其实谈到这个东西 其实刚才您特别提到了 我们是纪念中国宫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也就是说80年前的10月8号 中国宫农红军 这三个主力红军在惠宁会师了 为中国宫农红军的长征化成了一个圆满的一个句号 但是大家知道 其实就在会师不久11月份 四方面军组成了西路军 又继续了 他们并没有直接去陕北 而是进入了腹地向新疆进军 称之为西路军 西路军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支非常特别的一个历史事件 其实有很长时间的争议和历史上的一些认知不同 我们在谈西路军之前 我们必须得谈中国长征 必须得谈一个特别人物 张国桃 是 中国长征 我们长征的故事 我想我们在这以前谈过了 我们从哪开始谈呢 谈在这个茂公 四方面军 李先定率领的三十军 接到了中央工农红军 张国焘所率领的原玉鳄晚的根据地的军队 第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以后 这一段历史其实也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那当然 那当然 我看这样就是说中国宫东红军 刚才你说我们的晚会也好 历史也好 1936年的十月实际上是一个长征这段历史画了个剧战 但是另外一段历史开始 刚刚开始 对 今天呢我们可能要谈的是另外一段历史 没错 在甘肃就在这一带有很多流传的故事 富有传奇色彩的很多故事 1964年西路军烈士陵园在高台落成的时候 当地的党政军率家属和儿童 就是孩子要参加这个祭奠仪式 其实我们知道 我当时也回忆很多重大的活动 并不带家属和孩子 包括这个当时国庆节 都是我父亲他们去参加 不带孩子和家属 但是我现在历史回过头来 我现在看为什么可以带家属和孩子呢 其实从那时候就开始注意 对家属和孩子的教育 让他们感受这段历史 那时候也不管饭 坐的都是大卡车 去了以后 西路军高台烈士陵园里边 当时共奋着几颗人头 1964年的时候 1964年 人头已经干了 皮包着骨头 在一个有机玻璃的一个矿子里头 是谁的呢 武军军长董正堂 这是西路军牺牲的最高的 郑职部主任杨克敏 还有一位我不知道 他们当时牺牲以后 就把他们头颅挂在高台的县城门口 挂了好多天 然后运到南京情场 那么最后呢 解放一会儿又运回来 非常不幸的是 之后就发生了文福坦 英皇大革命 文福坦大革命呢 这段历史的整理 包括争别 包括对他们的这个西路军的这些 善后的都停止了 那么一直到了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呢 我们知道西路军的几位主要负责人 这时候都还健在 毛泽东已经去世了 钟来同志也去世了 朱德也去世了 但是西路军的几位 徐向前已先念在 对吧 那么陈云同志对西路军 这段历史一直特别主动 他也是很关注的 那么小平同志呢 说这段历史呢 该要事实求是的来对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而且邓小平当时 当两军会合的时候 邓小平是左路军的副政委 也是处于参加了 整个历史的过程 情况他是了解的 所以呢 到现在的话 党史对这一段的历史呢 首先我们从党史来讲 已经做了一个 我们认为比较符合实际和 这个当时 不比较符合当时历史的 一个正确的评价 核心点在哪里 就是 大家一直认为 张国焘四方面军 第一次封裂党中央 他的错误在这儿 西路军的失败和张国焘 没有关系 没有错 因为那已经是三军会师了 三军会师 那么所有西路军的指令 都是来自中央和中阁委 就是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 甚至毛泽东本人 当然你说到 我觉得很明显 我们主持人历史知识 非常的丰富 为什么 我接到这个时候 我就讲西路军的历史 还不能从1936年的11月宁夏计划开始 那是 为什么呢 因为西路军本身是以四方面军为主 但是你看五军的董正堂 它本身是一方面军的 没错 原本是一方面军的 它是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 你说这段历史特别有意思 确实有意思 其中有段历史就是说 风位左右两路 左路军右路军 对 那么一方面军的五军团 董正堂就编到了右路军去了 包括右路军在里边 跟着当国套编入的还有谁呢 朱德 对 刘伯辰 任碧石 任碧石 任碧石那还没到 还没到 就是二方面军还没到 那么 那么 所以 其实我从个人的观点看 如果董正堂要是没有编入到右路军 一直在左路军的话 他也去陕北了 去了陕北了 可能建国的时候 也应该是元帅一级的 军团长跟林彪是同一个级别 但是说实在的 咱们这是 因为咱们这个聊和历史学家聊 真的不一样 我们也是 不是主力军团 因为五军团一直是殿后 是 五军团一直属于中央纵队的 保护中央纵队 他一直在殿后 一三军团一直是开路先锋 尤其是林彪的一军团 那么所以这段历史必须要从 依次方面军会师 所谓的冒攻 对 编入到五军团就编入 所以 会师以后 中央就命令要 打通国际线路 西渡黄河 有一个叫宁夏计划 就是占领宁夏以后 希望和苏联打通国际线路 因为陈云同志告诉大家 两百门炮我已经看见了 那么你知道 对于红军来说 两百门炮是具有极大的席 那可是不得了 当时可能这也就剩两门了 不会有二十门的 别说了 一方面军一门都没有 一门都没有 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 一方面军当时只有六七千人 对 一路尴尬 那是 而得像叫花子一样 叫花子 就是叫花子 对不对 比我们这次演出 穿的要差远了 那么四方面军 冰枪马中 毕竟他们在那个根基地 已经基本站住脚了 所以呢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历史 当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 张国焘马上就派人 就送去了很多吉养和银员 当时红军 这红军有个传统 就是说 在徐向前说的一句话 叫红军不打红军 对吧 所以在历史上 红军里头不像军阀 混战 你打我 红军从来没有搞过这种 就是也许大家认知不同 但是没有军队跟军队之间活并的 最多是什么 警戒性 警戒性的 林彪向毛泽东报告说 怎么四方面军对我们发 就设了警戒的警戒哨 那么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 赶快咱们北上抗日吧 当然这段历史 刚才您特别提到这段历史 其实这段历史来讲 也许很多朋友 大家这段历史上都这么写 其实你要看到 这个特别是不同的人的 回忆这段历史 还是有些不同 但是我们先不谈这段历史 先回着谈 其实这里面 一四方面军合并的时候 一个很核心的东西 就是党中央的改组 对 党中央的改组 其实那个时候改组以后的党中央 特别是 其实那个时候党中央 政治不是 不是党中央的改组 是军委 军委的改组 而且张国焘 当时被任命为总政委 今天大家可能 台湾来的朋友 不知道总政委是什么概念 总政委 就是政委在中国军队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共同红军 八路军中的 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是最后决定权利的 这场是做与不做 是政委说了算 怎么做 是你司令说了算 对 所以呢 他张国焘 已经做到了 总政委 当时的总政委 是周恩来的 恩来同志 人荣负重 哈哈哈哈 我就把总政委 让给张国焘 通知吧 所以啊 这就说 说明周恩来同志 人家说 其实中国这段历史 你看有时候 不仅仅是一个需要 有时候甚至 也可以看出 一个人的这个人品 一直这段历史公案 一直到了1983年 才开始 其实是1982年的时候 有一位叫朱玉的女士 她曾经做过 徐向前的秘书 她在整理 徐向前同志的 在这个所有文件当中 她突然发现 徐向前和毛泽东的 很多直接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 电报往来 她赫然发现 中央军委跟徐向前的 电报往来 就说西路军 完全是中央军委在指挥 根本不是 这个张国焘在指挥 所以怎么能说 西路军是张国焘 分裂党中央的 一个原因呢 更不能说 把西路军失败 归绝于西路军的 分裂党公秧 所以 朱玉的那个报道 送上去以后 李贤廉拿给了邓小平 这一段公案 才开始 尘封解密 对 是 这个 拿给了邓小平以后 邓小平 我觉得 我们要看当时的社会背景 社会背景 80年代 改革 中国改革 开始 刚刚开始 刚起步 其实那时候中央也是提倡 思想解放 实事求是 回归党的这个 思想路线要回归到实事求是 这个原则上 我觉得那个时候 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原案的 一直对之前的一些原案的梳理 都在进行 包括反右 包括彭德怀的问题 包括林彪的问题等等 一直在梳理 那么这一段事情 也涉及到了很多 已经牺牲的 和还有健在的一些人的历史 包括徐向前 包括李先念 对 他们是直接的指挥者 对 包括这些人 那个谁 王树生也都活了 王树生也在 对西副总指挥 副总指挥 他之所以能平为大将 就因为他是西鲁军的副总指挥 所以他平为大将 那么这段历史 可以再这样说 在毛泽东时代的话 我们也知道 毛泽东一言九鼎 那是 对这段历史公案 谁也不敢擅自出来 对吧 没人挑战他 而且 那个时候 这个事可能 不是很重要的一段事 在历史的发展时期 毛泽东那时候 三面红渠 大药镜 你把这个事弄出来 毛主席添堵吧 对不对 那肯定毛主席会生气的 他也有一个说法 说毛主席 亲自选定 徐向前为元帅 其实也是 等于补偿西路军的这样一个 说是 有此有关吧 因为其实徐向前 跟这几位 在抗日战争 和最终解放战争中的贡献来看 甚至他未必有苏育起的作用大 可是 徐向前是当之无愧的元帅 他当时有几个条件 一个是 红军时期是军团长以上 那最起码的军标 红德怀是军林标是 董政堂要活着 董政堂也是 另外就是 红军时期应该是 方面军的代表人物 就是毛主席 毛主席说 各个方面军都要有 对不对 各山头的意思都要有 包括大将也是这么考虑的 都是这么考虑的 其实 十个元帅里头 大概 北方人就徐向前一个 你还别说 还真没注意过 真有可能 还真就他一个 其他好像都是 都是黄河以南的 都是黄河以南的 你看 对不对 你数什么四川的 邓小 不是 刘伯城 朱德 这城义三个四川 湖南的话 恳德怀 对不对 湖北林标 林标 毛泽东的老乡 罗仲环 罗仲环 也是湖南人 对不对 还有谁呢 对不对 聂荣正 聂荣正也是湖南人 也是湖南人 也是湖南人 聂荣正也是湖南人 他一个北方人 但是人家还是 聂荣正是广东人 广东人也在研究 这个什么 研究这个 徐昂前的军事指挥才能 觉得徐昂前 还是很优秀的一个军事 当然了 四方面军 一个四方面军的司令员 不简单 后来呢 当然包括这个 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的指挥员 在抗日战争时期 基本上 和解放战争的时候 都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就是说包括赫龙 都是牛手 牛手司令 对不对 赫龙是全国总支援 当时好像徐昂前最高的位置 做了18军团的一个司令员 对 连野人军都没做司令员 那么徐昂前呢 领导了 最重要的战役 解放战争就是太阳 太阳战争 对 确实也不容易 那是第一次攻坚战 解放军的第一次攻坚战 林峰宇是他的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 对 因为我父亲和母亲 参加过这个 军团战 一个班长到晚上 扁营长 部队都牺牲了 打得很惨 那时华北部队很辛苦 对 打得很惨 那么徐昂前到了 十八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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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徐昂前到了 这个传说 历史传说 到了 快到甘肃的时候 毛泽东把他调回去 因为徐昂前跟我说 说了一句话叫 见回不留当年 见回不留 毛泽东说 这不能违反民族政策 赶紧站回来 没有要去 真是 我跟你说 这徐昂前要去 他想起马步方来 你想想 那个劲头 所以进军西北的部队 当时进军西北部队 你看 包括王正 彭德怀 西中逊 甘思奇 对 然后王正 兵团司令 是王正 许光达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些野战军 就是彭少辉 什么 张大志 龙淑金 这些人 基本上 没有 没有西路军的人 没有西路军的人 西路军要过去 连李新的都没有去 所以毛泽东 有时候 他对这些问题 还是 考虑比较周到 对 比较周到 所以包括 刚才你说到徐昂前 就方便局 毛泽东这点大度 还是有的 但是呢 说实在的 这段历史公案 我想毛泽东 当时把它砸死 主要原因就是说 如果这段历史砸不死的话 那么中央红军的历史地位 很难奠定 你别说 通过我读了一些 张国焘的自传 当然我不能说张国焘自传 全部是对的 就是你确实看到说 当时其实中央的方向问题 争论还是蛮大的 中国人共产党 反正有这么一个传统 我听中央的一个要员 在一次大会上讲过 说运动来了 有时候很难争别 你是做的 就看你站立了 但是中共产党有个传统 就是说运动过去 你可能是冤案 但是过一阵来跟你争别 但是我们跟你 一个领导是这样 我们今天跟你讲的意思 就是说 你可一定要坐好板凳 站好队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我估计徐向前 李先念 包括王树生这些人 对这一段历史 他们是体会最深的 他们也知道时机不成熟 这个时机就是毛泽东去世 这是第一 对吧 就是说 弄清这段历史的 一个最大的定案人不在了 起码点了 凡事没有了 第二 就是胡耀邦出来以后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因为有历史氛围 第三 解决了很多问题 刘少奇的问题 彭德怀都解决了 西路军的问题该提出来 但是西路军的问题 张国陶因为他自以后 自决于人民 自决于党 已经是个死老虎了 所以不涉及到他了 只是广大 这些待遇的问题 和他们的历史待遇 和现在的待遇 给个结论 给个结论 那么 而给了这个结论以后 由百利而危害 所以 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 都是力促把这个事情要搞清楚 那么当然李先念 据说西路军的这些流散人员 不管是吹石原也好 理发的也好 反正这些人 李先念都请到北京了 因为残虫也不多 没多少了 请了吃了饭 游览了 然后他和林家梅两个人 陪着这些西路军 当时他们觉得老首长能陪着自己 这一辈子我们也能感到温暖了 最后一次 对不对 然后80年代 每个人每个月200块钱 但是起码那个时候 200块钱相当于13亿的干部 回去以后 因为中央这样一带 地方上肯定不一样了 住房落实了 对吧 没有子女的 然后当无保护家庭 政府基本上养起来了 开国的时候 也能参加很多 政治待遇 政治待遇 看个文件 这些人一辈子 说实在到最后有这些 他们也就觉得 我们去实现的理想 为之奋斗 已经受到这些 心里很平衡的 感觉老首长没有忘记他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李先念这些 包括徐向前这些人 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 90年代 他们陆续谢氏 但是我觉得他们 已经高危于 这些九天之下的 起码西路军 应该有了一个结论之后 其实起码是个公平 西路军将近四万将士 最后是不明不白 一句话 根据这是张国焘 逃跑主义的产物 一句话 把他们全都变成了 张国焘的错误的受害者 其实现在看来 随着历史大量资料的透露 特别是徐向前 在最后 徐向前还是出来讲话 徐向前的最后的讲话 还是明确说 因为徐向前后来 是做了国防部长 徐向前的最后讲话 最后对整个西路军 最后的一个落实 还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而且现在就是说 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 西路军的烈士陵园 重新建了 纪念馆也建起来了 纪念馆也建起来了 沿途沿线的这些 至少我觉得这些 沿途沿线的这些 政府和民众 已经把这段历史 作为一种光荣的历史 与自己生活这个地方 是隐从的 那么这就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已经作为革命传统 在传送了 对 所以我觉得 从历史的回归 已经回归到正位了 对吧 很多历史问题也搞清楚了 那么对这些人的 健在的 或者是已经去世的 对他们名誉的平凡 以及对他们 现从的已经没有了 老红军现在 没有了 几乎没有了 就在他们健在的时候 他们也得到了相应的待 关键是他们这段历史 得到了公众对待以后 将来人们的记点 人们历史的书写 以及对后人的交代 以及当地的文物 这些东西都会保存下来 最重要 西路军 不管他最终牺牲了多少优秀指挥员和战士 他们到底打得如何 西路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一部分 也可以说 西路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神的一部分 所以这一点 给西路军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不仅要告慰西路军的这四万将士 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有指挥权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算是一个给大家有一个结论吧 所以我觉得西路军的事件呢 虽然我们没法像跟大家讲叙述故事一样跟大家叙述 因为西路军我们就用重点谈的 其实就是西路军这件事情的起源 和西路军的这件这个惨烈的这个过程 以及最终如何中国的党政府和他的军队 如何最后给自己曾经为之牺牲过的 这将近三万多万人近四万人 他们一个公正的待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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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